尽头转向槟城 乔治市今天也举办盛大的大宝森节庆祝活动 不过当众人沉浸在欢愉的氛围当中时 数百名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就成立了一支特别清洁队 每年都会在庆典结束后的两天内 清理当地新都庙周围的摄取环境 志工的善意让人感到敬佩 然而组织观察到人们留下的垃圾 一年比一年多 公民一时有待加强 成千上万的新都教徒一大清早就聚集在 槟城乔治市的牛肝东路 准备迎接神典和参与游行庆典 清晨5点30分 前程的信徒护送金色神典 从小印度皇后届的新都庙出发后 一路朝往位于瀑布鲁山顶的姆鲁干新都庙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还是世界六大香火最旺盛的新都庙之一 俗话常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尤其是在如此盛大的节庆游行中 参与人数众多 所产生的垃圾问题更是难以忽视 为了解决这一大难题 一群印翼同胞设立了非政府组织 大保森节清洁队 根据志愿者观察 每年的游行都会制造出可观的垃圾量 但令人担忧的是 垃圾量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尽管大宝生节是新都教徒的庆典活动 但也吸引了大马多元族群 以及外国游客普天同庆 为此,清洁队志愿者也呼吁 所有参与者携手保持环境整洁 这个非政府组织每年都会在游行结束后 展开为期两天的清理工作 志愿者人数超过100人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